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下巴圆润厚实 下巴在相学中称为地格 代表着一个人的财富运 田宅运和晚年的运气 如果女人的下巴长得圆润而饱满的话 这种女人大多性格温和 脾气比较好 为人处事方面也比较的大度 不喜欢斤斤计较 有着很强的包容心 做事踏实 待人诚恳 很有大局观 三 个人能力也比较强 很会赚钱 一生财运很好 福气厚重 能够嫁一个有实力的好男人 婚后生活幸福 财富增长较快 不用为钱而发愁 二 额头浑圆饱满 额头在相学中代表着一个人的先天运和智慧 也能看出一个人的精神面貌和事业前途 如果女人的额头长得饱满圆润的话 这种女人一般只会较好 机智聪明 学习能力也判断力都比较的强 而且很有胆识和胸襟 容易出生在富贵人家 祖业殷实 能够得到家中的帮助 事业发展比较顺利 这种女人一般自带福气 能够嫁一个如意郎君 婚后望夫又望家 不缺钱花 三 眉毛清秀 眉毛在相学中代表着一个人的性格脾气和为人处事的态度 如果女人的眉毛长得清秀而整齐的话 这种女人大多性格比较柔顺 脾气特别的好 而且重情重义 做事很有人情味 待人处事方面谦和有理 特别的好相处 人际关系非常的和谐 人缘很好 朋友也比较多 在家中温柔贤惠 会照顾人 对丈夫和家人非常的体贴 处事大方得体 容易嫁个好男人 婚后夫妻关系和顺 能把家里打理得井井有条 给丈夫的事业提供很大的助力 日子越过越富裕 四 天仓饱满开阔 天仓位于眉毛尾部与发际线之间的太阳学位置 代表着一个人的祖上根基和蓄材能力 如果女人的天仓部未长得饱满而开阔的话 这种女人大多性格非常的开朗大方 整个人也比较的活泼阳光 生活态度比较积极 容易受到异性的疼爱和喜欢 而且这种女人大多祖业殷实 家境比较富裕 能够得到父母或长辈留下的财富 往往能够嫁一个比较有能力的丈夫 也能够给予丈夫在事业上很多的支持和帮助 日子富贵而幸福 五 田宅宫饱满干净 田宅宫位于眉毛和眼睛之间 代表着一个人的家庭关系和不动产状况 如果女人的田宅公布未长得饱满开阔 干净平整的话 这种女人大多性格温和大方 很有爱心 也比较的善解人意 懂得为他人着想 而且头脑聪慧 交际能力比较强 身边的贵人和朋友很多 每逢遇到困难 总能及时地得到帮助 很有能力 也很有实力 容易嫁一个好男人 事业发展也比较顺利 吸金能力非常强 家庭关系和谐 能够攒下大量的财富和不动产 一生富贵又好命 六 鼻尖圆润有肉 鼻子在相学中称为财博宫 代表着一个人的财运和人品 而鼻头部位代表着一个人的正财运和尽财能力 如果一个女人的鼻头部位长得圆润饱满的话 这种女人一般非常的善解人意 有着很强的包容心 待人出事方面也比较的诚恳大度 自我情绪的控制力比较强 不喜欢乱发脾气 人缘非常的好 身边的贵人较多 不仅个人财运好 很会赚钱 嫁得越好 容易成为有钱人家的富太太 第二 女人身上最好的四颗质 自己能赚钱 嫁个有钱人 一生富贵 一左下巴掌制的女人 在相学中 下巴主晚年福气和财气 如果下巴掌制的话 左侧主财 右侧主权 如果女人的左侧下巴掌制的话 这种女人一般出身较好 从小家境就比较的富裕 学业运和生活都比较的顺利 比较受长辈的喜欢 容易得到家中的帮助 而且性格温和大方 很有大家风范 属于典型的白富美 比较受异性的青睐 而且嫁得较好 容易嫁一个比较有本事的丈夫 婚后能够对丈夫的事业起到很大的帮助 得到丈夫的关心和疼爱 生活富贵而美满 二 眉毛上方有致 眉毛的上方部位在相学中称为福堂 如果此质长质的话 那么这颗质也称为福质 长有此质的女人一般福责深厚 而且比较的旺福 这种女人大多性格开朗 交际能力非常的强 善于处理与周围人的关系 属于情商非常高的类型 做事懂分寸 知进退 做事特别的灵活 不死板 人缘非常的好 人脉比较广 婚后能够对丈夫的工作起到很大的帮助作用 不仅自身事业发展好 还能给身边的人带来好运 一生福责和才气深厚 三 眼尾长智 眼睛尾部在相学中称为夫妻宫 代表着一个人的婚姻感情运势和夫妻关系 如果此处长有一颗比较小 形状圆 色泽黑亮的极致的话 这种女人大多心胸开阔 性格乐观阳光 异性缘非常的好 身边不缺异性追求 不过对待感情非常的认真和专一 懂得照顾别人的感受 婚后与丈夫之间的关系和谐而甜蜜 对朋友真诚 对公婆孝顺 人缘非常的好 属于人见人爱的类型 而且她是肯干能吃苦 非常的会赚钱 能够与丈夫同甘共苦 日子过得和和美美 四 耳朵长智 耳朵在相学中称为采听官 也为甚至外翘 主一个人的智慧和健康 也可以看出一个人的祖孕 耳朵上的智一般都为善智 只要不是长得太大 或者色泽灰淡 如果女人耳朵长有极致的话 尤其是右耳上的智 这种女人一般头脑聪慧 智商比较的高 头脑灵活 也非常的懂事 是大体 故大局 属于典型的贤妻良母的类型 在家可以相夫教子 在外也可以独当一面 能够把家里家外打理得井井有条 让丈夫毫无后顾之忧地发展事业 一生富贵有福气 第三 无种苦命女人面相 性格软弱 没主见 小家子气 受气又受穷 一 耳朵形状小 缺乏主见 耳朵主制 代表着一个人的智慧和主见 如果女人的耳朵长得很薄 很软的话 这种女人大多先天肾气不足 身体素质较差 容易体弱多病 而且这种女人一般没有什么想法和主见 对自己缺乏自信心 依赖心理非常的重 性格方面比较的懦弱 遇到事情时就会慌乱无措 不知道该怎么办 然后就想着退缩和逃避 缺乏承担 非常的没有安全感 即使吃亏也是闷在心里面 有苦说不出 很多时候只会生闷气 二 口小和不饶 一来顺受 嘴巴代表着一个人为人处事的态度 这里说的口小指的是嘴巴的长度小于鼻子两翼的宽度 如果嘴巴长得小且嘴唇外翻和不拢的话 这种女人大多头脑比较简单 口舌却非常的凌厉 说话往往不过脑子 特别容易得罪人 而且眼光非常的狭窄 缺乏思考 做事没有条理和规划 在待人处事方面也非常的小家子气 不过忍耐力极强 即使身处逆境也能咬牙坚持 一生的财运状况不佳 三 眼睛小 内向又被动 眼睛代表着一个人的精气神 能够反映出一个人的心理状态和精神状态 如果女人的眼睛长得很小 如豆子一般 并且眼尾比较短的话 这种女人大多性格方面比较的内向和消极 思想也比较的保守 对于新鲜事物的接受程度比较慢 做事不积极 缺乏好奇心和想象力 喜欢安安稳稳的日子 不喜欢尝试和折腾 遇到问题时总想依赖别人 缺乏独立解决事情的能力 而且疑心很重 对他人保持很高的警惕 只要认定的事情 别人谁劝也没用 非常的小家子气 四 下齿吟往后收 个人意志不坚定 牙齿代表着一个人的健康和个性 如果女人的下齿吟往后内收明显的话 这种女人大多个性非常的悲观和消极 也比较的软弱 缺乏主见和定力 容易被周围的人和事所干扰 意志力非常的薄弱 喜欢随波逐流 缺乏自己的主张 凡是喜欢听人安排 没有自己的主见 分析力和判断力都比较的差 容易上当受骗 也容易受到他人的排挤和欺负 五 地格窄小 防御心强 地格主要指的是腮骨和下巴两部分 如果一个人的脸型瘦削 下巴尖瘦无肉的话 这种女人大多内心非常的自私和敏感 凡是只考虑自己 从来不在乎别人的感受 而且心思特别的细腻 心里整天装着许多事 太过在意外界对于自己的看法 做启示来也是畏手畏脚 这种女人一般交际能力比较差 依赖心也比较重 喜欢活在自己的世界里 整日多愁善感 活得非常辛苦 好了 今天的分享到这里就结束了 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记得给小酱汁点点关注和小铃铛 小酱汁会继续给大家分享 更多有趣的命理内容 我们下期再见